如果美丽是一种罪,她将罪该万死,如果美丽可以减刑,她将由死而生 这名漂亮的女子名叫瑞秋,是一位犹太人 在德国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清剿时代,她只能躲在一户荷兰农户的家中 以学习圣经和打杂换取食物 只要也是瑞秋很美,农户的儿子小明很喜欢她 不过战争总是残酷的,一架飞机为了减轻重负 丢下的炸弹却摧毁了农户的房子 幸亏瑞秋和小明在和平活动,两人躲过一间 夜晚,瑞秋和小明本打算在大鹏过夜 一位抵抗组织的人却告诉他们,最好赶紧离开 因为德国士兵已经在被摧毁的房间,发现了瑞秋的身份证 到时候,不光瑞秋有危险,就连包庇她的小明也会受到牵连 在抵抗成员的安排下,两人决定偷渡到解放区去避难 临行前,瑞秋找到了父亲委托的律师,取了半年的生活费 并且在抵达渡口时,瑞秋还见到了同样四处夺藏的父母和弟弟 一家人能够在此团聚,瑞秋很是开心 可他却开心得太早了,就在众人幻想着进入解放区后 不用再四处躲藏的时候,一艘德军的巡逻艇却发现了他们 士兵们二话不说就是一通机枪扫射 站在后排的瑞秋赶忙跳入水中躲过了一劫 藏在芦苇丛中的他亲眼看着德国士兵 把死者的财富搜刮一空,把尸体当垃圾一样扔了 难以接受家人惨死的瑞秋最终晕了过去 一名农夫发现了他,并通知了抵抗组织 组织成员让瑞秋把头发染成了金色 并改名为爱丽丝,伪装成了荷兰女人 爱丽丝本可以像其他女人一样,做做饭,洗洗衣服就行了 可天生励志的他注定是要承担大任的 爱丽丝自己也很想为家人复仇 于是,头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 假扮汉斯医生的妻子,去运输一批空头的无线电物资 汉斯医生是抵抗组织的一名元老级人物 他不仅可以救死扶伤,还能大杀四方,被众人称之为神枪手 把前来阻拦的德国士兵全部歼灭后 众人成功把物资带上了火车 不巧的是,今天火车上的例行检查不仅要查身份证 就连行李箱也要一一打开查看 汉斯见情况不妙,本想开枪吸引注意力 好让爱丽丝趁乱离开 可爱丽丝却不愿汉斯故身犯险 他故意删了汉斯一下,并骂他是流氓 然后就拿着物资躲进了一名德军上尉的包厢 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爱丽丝称自己被人骚扰,想来这里安静一下 希望尚未不要介意 自古英雄爱美人,美人主动送上门 尚未当然不介意 在聊天中,爱丽丝得知尚未名叫蒙茨 是一个狂热的邮票收藏家 爱丽丝投其所好地和蒙茨聊起了邮票的事情 检查人员在看了一眼尚未在撩妹后 也是很识趣地离开了 分别时,蒙茨将军表现出了对爱丽丝的热情 想要送她回家 爱丽丝则委婉拒绝,撑以后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这次任务,爱丽丝表现得十分优秀 但另一批负责运输武器的任务却出现了意外 饥饿的儿童在争抢食物时差点别翻了运输车子 车内隐藏的枪支刚好被一名巡逻士兵看到 于是负责运输武器的抵抗组织成员全部被抓 包括头领的儿子在内 不论是救组织成员,还是救自己的儿子 头领必须要尽快安排营救计划 而和德军上尉蒙茨有过一面之缘的爱丽丝再次担任起了大任 爱丽丝知道,想要接近蒙茨 一些身体上的牺牲是免不了的 当晚她就把自己私密处的毛发也染成了金色 不过,吃大热天的,为了避免大家上火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如此贴心的解说,你不赶紧三连支持一下,还等什么呢 爱丽丝以交流邮票找到了蒙茨上尉 这些邮票多数都是蒙茨未曾收集过的稀缺品 为了表示感谢,蒙茨就邀请爱丽丝参加了他们的聚会 唱歌获取众人的好感,可她却看到了那名杀害她家人的德军中尉 爱丽丝难以掩饰心中的仇恨 只能假装醉酒去洗手间调整情绪 出来后,爱丽丝已经不再激动 并用幽默的风格赢去了大家的好感 她就是要让众人知道,她和蒙茨上尉的关系很近 以后在各种行动时也能方便不少 聚会散场之后,爱丽丝以探讨邮票的名义暗示蒙茨 蒙茨当然不会拒绝主动送上门来的邮物 不过在爱丽丝低头时,蒙茨却从发根发现了她的头发是染的 身份被识破,爱丽丝也不狡辩 她只是娇声地说道 我是犹太人,就必须有罪吗 如果有罪的话,是不是这里也有罪 还有这里,是我刻意为你染的,也有罪吗 蒙茨毕竟是个男人,这如何顶得住 在蒙茨的帮助下,爱丽丝在德军中做起了秘书工作 在多日的相处中,爱丽丝还发现了 蒙茨上尉和中尉不同 她的家人曾经也在战争中死亡 蒙茨是讨厌战争的,再加上德军过不了多久就会撤军 所以蒙茨也在尽量地避免冲突的发生 她甚至不惜违抗援手的指令 成功阻止了中尉想要在临走前击毙那些被抓的俘虏 在蒙茨身后混熟后,组织派律师给了爱丽丝一个窃听器 中尉是负责关押俘虏的人 只有从她那才能偷听到被关的地点 然而在窃听的过程中,爱丽丝却惊讶地有了意外发现 原来她和家人偷渡时并不是意外碰到了德军 而是偷渡者一直在给中尉提供信息 他们联合起来骗人来偷渡再谋财害命 得知偷渡者又要害人之后 爱丽丝想让首领派人去把她给暗杀了 首领却觉得如果那样做的话 中尉可能会杀俘虏泻愤 他们不能为了救一批人而害了另一批人 这其实也是首领的私心 因为她的儿子还没被救呢 明知那天的惨剧又要再现 可却不去阻止 爱丽丝对首领的做法很生气 而对爱丽丝颇有好感的汉斯 却想了一个妙计 他们打算暂时绑架偷渡者 如此既阻止了有人遇害 也不会影响到俘虏的生命 汉斯的计划非常成功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马耀过期了 眼看偷渡者就要逃跑 他们只能将其击毙 因为这次行动 爱丽丝耽搭了不少的时间 蒙茨也对她起了疑心 她给了爱丽丝两个选择 一 坦白自己的身份 二 把她交给中尉处理 面对蒙茨的逼问 爱丽丝似乎一点也不紧张 因为她已经从身为中间人的律师那得知了 蒙茨其实在暗中与反抗组织谈判 尽量在战争结束前减少互相伤害 爱丽丝知道 这个男人绝不舍得把自己送进集中营的 一个热爱和平的军官 一个楚楚动人的间谍 两人却弄巧成拙的相互爱上了对方 甚至在爱丽丝提供的情报中 蒙茨还得知了中尉谋财害命的事情 对于那种行为 上级并不反对 只是谋来的财 必须要上交给帝国 可爱丽丝却从中尉的情人口中得知了 他保管乡里有着大量黄金和珠宝 他肯定没少私吞 蒙茨打算借助爱丽丝提供的情报 把和他观点不同的中尉除掉 只是当蒙茨带着将军来抓赃时 那知中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赃物给转移了 这让将军非常尴尬 如果人赃据获倒还好说 可冤枉人了 岂不让手下心寒吗 不光如此 中尉还趁机反参了蒙茨一本 说他在与抵抗组织谈判停火协议 最终主张和平的蒙茨被判处了死刑 而中尉本来只打算杀60个俘虏邪分 现在却是想杀多少杀多少了 另外一边 反抗组织的人决定劫狱救出俘虏 爱丽丝与组织的人里应外合 提前打开了通往集中营的通道 然后再回到聚会中淡定的与中尉跳舞 没一会儿 地下就传来激烈的枪声 爱丽丝如坐针毡 她知道肯定是组织成员被发现了 果不其然 中尉早就预料到了有人会劫狱 她提前安排了大量士兵 藏在暗处掩椅待阵 抵抗组织这次行动 不光俘虏一个没有救出 就连前来劫狱的人 也只有汉斯和一名司机活了下来 随后中尉把爱丽丝叫进办公室 故意夸他办得不错 如果不是他 俘虏肯定就被救走了 并承诺会给他一大笔报酬 手下却是死死捂住了爱丽丝的嘴巴 不让他说话 而窃听器那边的组织成员 却都误以为爱丽丝已经成了叛徒 被关进其中营的爱丽丝 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谁出卖了他们 严格来说 她也只不过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普通女人 家人惨死 寄人篱下 伪装间谍 现在又被冤枉成了叛徒 再加上周围房间传来的那些惨绝人寰的逼供惨叫声 爱丽丝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助和绝望 中尉的情人翠花是一名现实派女人 她委身中尉 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但如今纳粹败局已定 过不了多久就会撤军 翠花在之前的聊天中知道了 爱丽丝是间谍 但她并不知道 爱丽丝现在已经被冤枉成了叛徒 所以为了避免日后被人清算 她决定冒险救爱丽丝将功赎罪 包括蒙子上尉的手下 也是有着一些死忠诚的 在忠诚的安排下 翠花勾引看守士兵 玩起了多人运动 手下趁机把蒙子和爱丽丝救了出来 两人躲在河边 度过了几个宁静夜晚 他们多想能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啊 可很快战争就结束了 爱丽丝是第一次这么害怕解放的到来 因为她目前仍是叛徒的身份 被发现后是会被游行示众的 战败的中尉 提着两大箱财宝 心满意足地打算离开 可行驶到一半 动力系统却出了问题 原来是汉斯在暗中搞鬼 他是绝不容许这个恶人离开的 无论是之前的功劳 还是击毙了中尉这条功劳 汉斯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大英雄 而爱丽丝本来也应该受到爱戴的 可她却被冤枉成了叛徒 爱丽丝怀疑是律师出卖了组织 并嫁祸给了她 面对爱丽丝的强势逼问 律师却从容地表示自己不是叛徒 但她已经知道了真正的叛徒是谁 律师把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详细记录在一本黑皮书中 这些天她也研究了很久 已经发现了不少证据 律师打算去找警卫队明察真相 还爱丽丝清白 可出门的时候 她和妻子却遭到了暗杀 动剑吸引了游街群众的注意力 有人认出了蒙茨和爱丽丝的身份 神为被冤枉的叛徒 爱丽丝遭到了不该有的虐待 奋青们强行扒光她的衣服 羞辱她 殴打她 还用粪便折磨她 用高压水枪刺她 简直不要太可怜 也多亏领导层还是比较明智的 领导怒斥众人 你们这样做和纳粹有什么区别 而且很多事情还有待彻查 我们不能放过了坏人 也不能冤枉了好人 包括汉斯也不信 爱丽丝真的是叛徒 她把爱丽丝接到了自己的住处 爱丽丝虽然暂时安全了 可蒙茨就没那么好运了 她被判了死刑 第二天就执行了枪决 爱丽丝从汉斯口中得知这件事后 难过得浑身发抖 很明显 她可能是真的爱上了那个暖心的男人 汉斯为了让爱丽丝冷静 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 打完之后 她终于是露出了可怕的嘴脸 真不敢相信 原来汉斯才是真的叛徒 她给爱丽丝打的也不是镇定剂 而是胰岛素 爱丽丝很快就会因为血糖过滴而死 不过就在汉斯出去接受众人的爱戴之时 爱丽丝却偷偷拿出了包包里的巧克力 巧克力含有大量的糖分 勉强抵御了胰岛素的药效 成功逃跑的爱丽丝找到了组织首领 她给首领看了律师的黑皮书 里面记载了汉斯曾经接触过哪些人 包括爱丽丝的家人在内 那些偷渡被害的人里面 每一个都认识汉斯 当然这也不算致命证据 最致命的是 爱丽丝在做秘书期间 曾帮德军打印过一份俘虏文件 以前她没注意到 其实汉斯也曾被中尉抓取当过俘虏 但不久后又被无罪释放了 以中尉的性格证明显示不可能的 除非汉斯给她做事 当爱丽丝从汉斯身边逃跑后 汉斯就知道自己要暴露了 于是她就伪装成了一名死人 躲在棺材中打算逃跑 不过这一招是组织成员的常用手段 汉斯旧招新用很明显是跑不掉的 死到临头 汉斯不停地求爱丽丝放过她 她愿意献出所有的钱和珠宝黄金 可爱丽丝却和领导直接拧死了棺材板 一切尘埃落定 爱丽丝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她重新使用了瑞丘这个朴素的名字 并结婚生子 看完本片之后 我想说的是 像爱丽丝其实还好 至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但她只是众多人之中的一个小缩影 要有多少人 至死都没能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纵然那些邪大义者 或许并不在乎自己所背负的骂名 他们在乎的是 能不能完成组织交下的任务 可在战争中被冤枉的功臣 仍是最让人心疼的 请不吝联明